好說到行車的問題 在屏東平鵝公路滿洲鄉 港仔道旭海路段 這裡風景非常優美 但是因為位置好偏僻 沿途並沒有任何的加油站 讓這裡的居民生活實在好不方便 有多不方便呢 港仔村的居民 他們如果想要加油的話 得先開車20多公里這個山路 耗費來回大約達到 一個多小時的路程 才可以把油帶回村內 但現在有好消息囉 相公所宣布 將會以公共造產的方式 設置一座簡易型的加油站 希望能夠解決大家的擁有問題 比直山路宜山伴水 沿途還有景觀設施 平鵝公路港仔到旭海路段 有著幸福公路美名 更曾奪下交通部的金路匠 但放眼望去 卻看不到任何加油站 港仔村居民想要加油 得到滿洲市區才加得到 只是兩地相距二十多公里 無論居民遊客 甚至漁民及總科院員工 全都困難重重 相公所為了解決問題 乾脆自己來以公共造產方式設置簡易型加油站 一次受惠兩千人 經過了我們的籌備計畫 走相關的行政程序來追到最近我們新辦事業的一個計畫 即將獲得我們憲服的同意 其實早在2003年台東海端鄉就以相同方式自建加油站 如今剛在村更近 居民樂不可知 享誼板著慶祝 而附近產業也紛紛受惠解決加油的大難題 解舒適為屏東超報導